能自我 能看似 拼出一身痴 流汗血 順赤深 追尋第二天 生命作稿絕 歡迎收看警訊 Kevin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 而金融業也是我們主要的行業 為本地和海外的投資者 提供投資的產品和服務 沒錯 不過有不法分止 就利用部分人貪心想賺快錢的心態 以投資倫敦金為借口去騙財獲利 雖然他們用的招數都是舊走新平 但仍然是由市民受騙的 而為了令大家更加了解到 騙徒的犯案手法 和提高大家的個人防範意識 不要胡亂委託 或者授權給第三者去幫你們投資 警訊將會一連兩集 播出以倫敦金騙案為主題的 罪案呼籲特輯 而這次特輯 我們亦會用真實的案件作為藍本 揭露編圖的欺詐手法 我們亦會談談何謂倫敦金投資 讓大家有所警惕 除此之外 還邀請著名影視藝人 麥祥青和方力生一起演出 他們會聯同堅哥一起飾演 倫敦金騙案集團的成員 還有一班警訊熟口熟面的演員 和大家一起演出 這個組合也挺新鮮 相信大家都很心急想看 事不宜遲 我們一起欣賞這次倫敦金騙案特輯 我的錢沒有了 我幫你買升的時候它就跌 很快就賺個開 學客輸和贏都不關你的事 投資賺錢哪有這麼容易 老爸, 穿得這麼漂亮, 今天又見工嗎? 當然不是, 見工很久了 今天第一天上班 阿堅, 你腳踏實地找工作就好了 這份工作是什麼工作? 金融公司, 請了我當客戶主任 雖然薪水低一點 不過我打算一邊做一邊學他們的運作 始終金融可以賺大錢 阿堅, 真是剩下了 從低做起, 你一定行的 是呀, 爸爸, 這次你加油 放心吧, 爸爸 我一定會腳踏實地 努力做好這份工作 還有你, 應該找個好人家 不要再和精頭仔在一起了 最好找個有樓、有錢的做女生 阿堅, 爸爸, 你說是嗎? 你讓他自己選吧 就是呀, 爸爸每次都橫行說 而且人家不是叫尖頭仔 人家有名的 叫Kelvin… 爸爸, 你看 不跟你說, 爸爸上班了 上班了 是呀 我們公司主要做貴金屬買賣服務 產品的運作, 你清楚了吧? 之前我有做功課 八字都明白的 好, 我介紹兩個得力座位給你認識 Alex Apple 新同事阿堅 你好 你好 阿堅 你現在工作就找新的客戶 有不明白, 問他們兩個 知道, 老闆 努力 堅叔, 你有玩過Watt Chat嗎? 我有 我們這行業很簡單 會用Watt Chat和Cold Call打電話 去找新的客戶 有什麼不明白就問我吧 好 還好, 記得打開新的帳戶 好, 那我們的合約就完成了 對了, 你待會兒有沒有工作? 我待會兒有工作 要不你先走了 我有好消息, 通知你 那好吧, 再見 好, 再見 你 洪叔, 是我 你是Apple嗎? 對, 整個星期沒見了 你最近怎麼樣? 好…你有心 對了, 上次買給你的百科紙麵 吃光了嗎? 吃光了, 很好吃 好吃的話, 下次再買給你吃 對了, 你待會兒有沒有工作? 沒有, 我只在家裡看電視 有事而已 那就對了 不如出來喝茶, 這麼久沒見 好… 那在老地方等你, 我先開電話 好, 待會兒見 好… 爺爺, 你去哪裡? 我出去喝茶而已 你自己一個人? 不是, 我有朋友了 那你小心點 好… 喝茶 洪叔, 最近身體怎麼樣? 聽過你之前病了 沒事了, 小毛病而已 之前看了醫生好很多 好就好了, 之前真的擔心死我 其實看醫生真的要花很多錢 你的積職能夠花嗎? 剛剛好 畢竟你也是我小叔伯 我也想你很多錢旁身 不如你拿錢出來做投資吧 投資?我不懂的 投資什麼? 我公司是做金屬買賣的 主要是做倫敦金的投資 其實倫敦金很穩妥的 而且現在金屬又這麼高 還有我看著, 一定會撐硬的 你公司是否穩妥? 當然是穩妥 我公司的倫敦金投資交易平台 是全世界第一 在亞洲區, 我們認第二 沒有人敢認第一 遲些還在美國上市 你公司這麼加勢? 當然了 我自己也有跟公司開戶口 買倫敦金不夠一個月 所以就花了幾萬元 紅蘇, 你是不是很有興趣呢? 其實不是人找我, 也幫你開戶口 始終交易平台也有用戶上限 如果有太多客戶的話 就會拖慢速度 我們也想保證我們的客人戶口 每天在倫敦金都賺到錢 看來是你才幫你開戶口 那我豈不是很幸運? 有你看著, 也很穩妥的 麻煩你幫我開戶口 好啊, 如果你想開戶口 就要投資三十萬 三十萬? 我整副身家了 洪叔, 我自己開戶口不夠一個月 都賺了幾萬元 很快就賺個開戶了 好啊… 麻煩你賣單 進來 老闆找我嗎? 我當然找你了, 見… 你來了一個多星期 一張單也沒怎麼搞 正坐不會相繼給你的 你呢, 嘴巴叫叫 好啊, 只要去檢查, 找客人才是 你不用交租的嗎? 你買三萬元也要錢的 沒用你…怎樣?怎樣出糧嗎? 是不是? 不要借鴨頭給我才行 你有功課交給我才行 明白嗎? 知道就做, 嘴巴沒用的 就做, 現在, 走 怎麼搞的? 每個人都不回覆 客人真的很難找 好啊 阿拉斯哥 有些事想請教我們 怎樣? 你…你找到這麼多客人 其實有什麼秘訣? 沒有的, 靠帥哥 看得出, 你有型也有款 只不過我看你在Watt Check 找到很多客人 其實是怎麼找的呢? 幸好是你的 好, 沒問題 你看這些… 怪不得了 客人怎麼會騷擾你呢? 用自己的樣子做頭像 不用自己的樣子, 用誰的樣子? 你不是我嘛 換掉它吧, 換掉它 搞定 April? April 大家都是同事, 有什麼所謂 等等 還不明白嗎? 你想想你就明白了 我知道了 將自己會進入April的角色 然後找找就更容易了 都說你聰明了, 用心做事 好, 別坐了 謝謝… 謝謝阿斯哥 你真的很風趣幽默 如果可以出來見你就好了 當然好, 我也想見你 待會兒下午四點, 你有空嗎? 也可以 你一段旅程 曾經一夜期待你, 試写一點同情 這算是故障 做夢或他已情 在世上, 沒有多少東西會盡 人意, 多數將諷刺 逐年成長, 必經苦戀故事 我愛你, 你扮作不知 原了般, 原無意外 從今開始該好好戀愛 從前一段感情 才能追求障礙 才能追求障礙 你就潛沒存在 原了百 仍能撐起來 前進變樣自尊心放開 待會兒我們四點 在尖沙醉間大大咖啡店等 順便我給我公司的投資計劃書 你看看 好 Kevin, 我們走了 好 待會兒我們看完樓 我想先走了 約了一個朋友, 有點事談 好, 那個是誰? 你不認識的 我打算約他去看看有沒有… 有什麼生意合作一下 好 好 他很不認識 我是你 他不認識三千天 我沒明無性 慶幸也與你方過哪一段旅程 曾經一夜期待你 試写一點通情 尖頭仔? 不是這麼巧合吧? Kelvin, 你到了餐廳沒有? 我到了, 坐在窗口旁邊 坐在窗口旁邊 尖頭仔原來是你 怎麼了?作賊心虛嗎? 我跟你說, Able是同事 她今天沒空就叫我代替你 想不到Able的朋友原來就是你 你現在只有我女兒 那你想我怎麼樣?我走吧 那你不用怕, 大家一場相識 你答應出來的話, 你也想投資賺錢 坐下吧, 我慢慢跟你說, 有點好處 尖頭仔, 倫敦金其實是一個好的投資 你也想多賺點錢 現在的金價這麼好, 不管你就糟了 你看倫敦金, 近衣衣服 沒問題吧?好, 沒問題的話 先簽一份開會書 好, 你又簽個名字吧 你簽完這份之後 稍後就簽這份授權書 授權書? 是, 授權我們幫你管你的戶口 還有做賣賣 你也知道了 香港和倫敦有時差 半夜三更, 你也睡覺了, 是嗎? 哪有空看著市場呢? 不過你放心 我和Able就幫你盯著市場, 好嗎? 堅哥, 有件事想求你 說吧 可不可以讓Toby知道今天的事嗎? 放心吧 你簽了這份就成為我們的客戶 客戶要求到的, 我會幫你的 我不會跟Toby說 謝謝你, 堅哥 什麼話? 靠你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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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金通常都是跟騙案有關 有聽過, 但不懂 不清楚, 投資吧? 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是很清楚 可能很多市民都未必知道 什麼是倫敦金 黃博士, 你好 其實什麼是倫敦金? 你好, Ruby 倫敦金主要是一種現貨黃金的買賣合約 主要是在倫敦市場交收 在倫敦金的定價方面 基本上第一, 參考倫敦現貨黃金的價格 另外, 市場的一些黃金買賣箱 他們會自己作一個報價 在這種情況, 通常買賣價 本身的波動比較大 倫敦金的交易方式 通常以場外交易進行 一般在金箱收到客人的買賣訂單時 他們可能推出市場 讓市場的其他投資者進行買賣 第二, 他們可以直接自己 進行一個跟客人的直接買賣 一般倫敦金來說 在香港差不多可以24小時進行買賣 在香港買賣倫敦金 其實有沒有監管呢? 在香港買賣, 譬如包括黃金ETF 黃金的衍生權證 黃金存款證、紫黃金 或者一些黃金基金等等 都是受到監管的 但如果買賣現貨黃金 包括倫敦金來說 是不受證券及期貨條例的監管 投資倫敦金適不適合一般的投資者 以及有什麼注意呢? 我想市民要注意的是倫敦金本身 第一, 它幾乎是24小時的買賣 大家也要考慮到市場 全世界有很多政治和經濟因素的波動 令倫敦金的波動很大 而倫敦金的特點 在於它的槓桿是非常高的 一般來說, 投資者開戶口之後 需要付出1%的…我們稱之為限 你就可以放大比率, 放大100倍 我舉個例子, 你付出1元 你就可以做一個倫的100元 因此, 當這些經濟或政治消息 充斥到市場的時候 非常容易, 你的1%的麻煩已經消失了 在這個情況來說 投資者除了你本身投入的錢 血本無歸之外 其實你還會承受存在著風險 就是說你的風險是放大了100倍 所以投資者對倫敦金 需要認真小心去投資 亦都這種投資是不適合一般的投資者 聽完專家的講解 相信大家都對倫敦金 這類型的投資產品 有基本的認識了 大家都明白 投資涉及風險了 就好像投資倫敦金的操作上 其實純粹炒作金價的上落波幅 如果金價的走勢 和你的想法是不同的話 除了有機會輸了半金之外 亦都要可能承受價格上的虧損 所以如果大家不認識 又或者不了解這類型的投資產品 就貿貿然去投資的話 是很容易招致損失的 而當有人向你推銷這類型的投資產品的時候 記得要停一停 想清楚才好 今集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下星期我們繼續會有倫敦金片案特輯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